我第一次手牽手呢 當然不是跟你啦 我第一次 我還配合 其實OK啦 說真的 第一次最難忘握一個人的手 應該是我的孩子 這個是真的 當我的孩子 就是他生出來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次用我的食指這樣 然後他就用 沒有 我這樣食指 然後他就 他的小手這樣 抓住我的手指的時候 哇 那個感覺我跟你講 非常之難忘 當然老大跟老二都是同樣的感覺 其實我宜你 是因為我本來也是想說 是我的 侄女耶 是我的妻子耶 因為我家 Copycat啦 不 這是我宜你 我們家很少有 已經很久沒有一個小孩了 都是 全部都已經成年 該成年的都已經成年了 所以他現在是一個 最小 我們最小的一個 小朋友在家裡 然後他帶給我們很多歡樂 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 就是特別有感覺 Copycat啦 沒有啦 我沒有Copy OK 我可以選擇我的狗嗎 一定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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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手牽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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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一至五晚上九點八 我最難忘的手牽手應該是 那時候是一九九零年 我們慶祝第一個情人節 在一個club裡面 哎呦 那時候他又是阿姐 我還記得